筆電開著便做事化妝運動洗走 這些居家的私密行為 竟可能早已不知不覺 被怨端的陌生人全都錄 只因為曾經這樣輕輕點了一下 想點進色情網站 但其實這連結 早用惡意軟體偽裝過 一點擊駭客就把你全部看光光 一名男子就用這個手法 駭入了39國772台網路攝影機 不管是更衣甚至性行為 全被監控 還私自側錄收藏了8萬部 女性私密影片 一名美國學生意外 發現遭害爆給美國聯邦調查局 抓到遠在英國的歹徒 但我們究竟要怎麼知道 自己有沒有被這樣恐怖監控 可以去觀察就是說 攝影機有沒有在你 不應該運作的情況底下 它有亮燈 除了可以留意筆電手機鏡頭 這顆關鍵的錄影警示燈 有沒有亮 平常也最好把鏡頭蓋住 或是合上筆電 直接把駭客之眼給蒙住 但不只電腦可能被入侵的 還有這個 居家寵物監視器 一秒自己動起來 在家中東張西望轉啊轉 發現慘被害女網友 嚇得把方向遙控回來 但駭客不肯 硬又轉動隔空角力 讓被害民眾毛骨悚然 壞密碼也來不及 究竟該怎麼辦 台灣的機器其實它不會有治安的問題 大陸機的話 其實它治安問題其實是蠻嚴重的 無線的AP 那都有一些漏洞 那我們要常常去做一些更新 障密有沒有做好一些管理 專家提醒軟體得時常更新 電腦連結別亂點 最重要的是張大眼 看看這顆關鍵的錄影警示燈 是不是亮著ING 因為它一亮 你恐怕已經活在出門的世界 記者葉維林 黃玉蘭 台北報導 記者葉維林 和伊鹿 我也記者葉維林 南饑 新鎖 平保留 福 fig